哈喽大家好 这两个天央视不是公布了两起台谍案吗 然后今天会继续公布 说是连续三天 然后绍康战情室 这几天也是以央视公布台谍案为素材 请了一帮各大名嘴过来讨论这个事 郑立文郑大妈 前段时间在立法会 台湾立法会不是被揍了吗 揍之后据说是受伤了 拄着拐 拄了一段时间 看来伤欲复出了 昨天我就看到郑大妈又出现在绍康战情室了 又针对台谍案 郑大妈又发表了她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 郑立文说 他说你看 他觉得中共这样做不对 怎么呢 你说你把这帮台湾人 对吧 他就举了个例子 他说就像塔利班 把那些人质拉出来示众似的 对不对 你这样的话 你有没有考虑过台湾人民的感受 你这样做不就是明显的 增加两岸人民的敌意吗 你这样有利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吗 反正发出了一连串的排笔剧 郑大妈 然后当然中间又伴随着郑立文 招牌师的爽朗的笑声 郑立文那个笑 我相信大家 很多人你如果看过他这个视频的话 你的印象一定会很深刻 郑立文那一笑 大嘴一张 基本上我们这些在屏幕前的 能透过屏幕 从他那个嗓子眼能看到他上一顿饭 他吃的是什么 那嘴张的幅度 我看赵若康看着都害怕 那嘴张的 赵若康把脑袋塞进去都绰绰有余 我跟你说 这个郑立文呢 我就想说 你说 这个中共这边不应该 不应该把台谍这个问题 是吧 在电视上公布 那我想请问 你们一天到晚 他妈的包括这个绍康战情室 包括你郑立文 虽然你也是顶着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头衔 你少奚落这个中国大陆了吗 你少讽刺中国大陆人民了吗 你这一天到晚 这个时候你跳出来说 哎呀 北京你们不应该破坏两岸的这种关系 两岸还有什么关系 你们不应该是吧 制造这种两岸对立的气氛 两岸不是一直在对立吗 这个对立的气氛是北京造成的 还是你们造成的 你心里没点逼书吗 郑立文 我就想请问一下 你这一天到晚笑什么笑 我觉得台湾这个政论节目 我觉得特别 他们一笑我就笑 为什么呢 我觉得特别可笑 他们是不管讨论什么议题 知道吧 这个该笑的也笑 不该笑的也笑 包括台湾之前 发生了几起演习 翻车也好 死亡也好 我发现就讨论这些事的时候 他们也笑 中间总有人露出笑容 甚至发出笑声 如果说郑立文在的话 那整个演播室 随时都会充满着郑大妈的 魔幻般的笑声 我是真他妈服了 我发现台湾政论节目 请的这帮嘉宾 我觉得如果说是正常人都来不了 知道吧 你稍微精神正常一点 我觉得你都当不了台湾政论节目的嘉宾 我发现基本上95%以上 台湾政论节目的嘉宾 我看脑子都有问题 真的 真的 你看那个谁 就包括那个谁 沈富雄 对吧 八十多了 一天到晚 是吧 被赵乐康请为做上宾 每次离赵乐康最近做的 天天以自己讨论医学问题的时候 变成沈医师了 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 变成沈大佬了 身份随意切换 是吧 上小天人 下小地理 是吧 中小子宫 这家伙 就招不开他了 八十多岁 你回家弄孙子去吧 好不好 沈富雄 不要一天到晚 预言这个 预言那个 把这把政论节目 这帮人都是把政论节目当成娱乐节目来看 你听起来好像政论节目当中的讨论的都是一些很多都是那种严肃的话题 无论是岛内的也好 岛外的也好 但是最后最终的结局都是把任何的话题都往娱乐这个方向去讨论 你这他妈的还能 你这你台湾你政府你还能做出什么这个正儿八经的像样的决定呢 上来的这帮人又不是娱乐明星 不都是什么立法会委员 是吧 这个市的议员 那个民意代表 不都是有这个头衔的吗 你把任何的议题都当娱乐娱乐话题来聊 最后大家一起哈哈哈哈一笑结束 把通告费一领 是吧 车马费一领 是吧 钱往兜里揣 完事 这就是台湾目前的政治的丑态 太恶心了 实在是太恶心了 尤其是这个郑立文 我再说两句 郑立文之前是民进党的 跟那个我前两期说那个林维州似的 对不对 这都属于之前在民进党的边缘人物 被民进党不待见 在民进党的不得烟愁 结果呢 就反水 跳到了国民党 那国民党作为一个这个垃圾回收站 当然就是这种 是吧 有名的垃圾 起码在民进党还能混个一官半职的这些垃圾 这个国民党还都是 都笑纳了 这个不仅笑纳 而且到了国民党之后啊 还为以重任 不是党边 就是什么发言人 反正混的还都一个一个风生水起吧 所以你就像郑立文这种 如果说民进党呢 是真小人 国民党呢 就是伪君子 你像郑立文呢 什么林维州啊 这些人就是 真小人当腻了 想换换 想感受感受这个伪君子的滋味 知道吧 他觉得伪君子呢 可能是吧 表面上道貌岸然 背地里难道隐昌 没准两头都能吃好处 懂不 没准也能吃吃这个两岸红利的好处 然后回头呢 再骗骗这个岛内的这些渔民 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说白了 对不对 你看那个针对这个 这两起台碟案 你看那个现在岛内的这些政论节目 这些是吧 这些来宾们一天到晚讨论 那是重点吗 那是重点吗 什么 他到底是不是间谍 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那么严重 还 这个中央电视台还在黄金时间播出 我跟你说 这不是重点 你们都没讨论到点上 知道不 是不是间谍 我们也不关心 他具体涉及的那个案情 是不是很严重 这个也不是重点 我们说白了 郑立文你说对了一句话 就是 现在目前从中共这个角度 从北京这个角度 我们就是要拉高两岸的 这个对立的 这个情势 没错 就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 我们大陆这边呢 不打算渔民了 因为之前渔民渔的太久了 懂了没 这个天天骗我们 说是台湾是宝岛 是吧 台湾人非常和善 台湾人都是同胞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打算这个拨乱反正了吧 可以这样说 对吧 那我们说点实话 你们还不累听了 对不对 我们之前夸你们是宝岛 夸你们是同胞的时候 你们一天到晚 在争论节目里面骂我们 现在我们把你们 是吧 遮羞布一扯 把你们内裤一扒 这时候你又跳脚了 对吧 你又不干了 你怎么伺候你们 你们才满意 所以干脆 就是老子不伺候了 老子不伺候猴了 说白了就是 爱怎么地 怎么地 正里闻 以后你这个说话的声音 稍微小一点 笑的时候呢 也考虑考虑赵少康 好不好 现在新冠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 台湾到底是不是隐藏疫情 大家心里都有数 你这一天到晚张这么大嘴 朝着赵少康喷口水 我觉得他也是心有余悸 好不好 以后注意点 啊